迎接遠從台灣來的貴賓 奧默克志工 像招待家人一樣熱情 慈濟科技大學師長團 千里迢迢而來 是要為下一學年即將開設的 長期招呼科菲律賓專班招生 還有這些小孩子 我們看了以後 我們也覺得很欣慰 其實各個都是非常活潑 然後很有朝氣 我相信如果能夠進慈濟科大 我們相信可以幫他培養 成為一個未來很優秀的 長照人才 目前在奧默克戴村 有一千多戶居民 多數家庭經濟條件不佳 慈科大這次的海外招生 給了這些家庭脫貧的機會 北陸住的村民都是比較弱勢的 他們的收入是很低 那如果可以給他們的孩子 有機會去台灣去學習 然後有好的收入 這是對他們來說 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直到有機會能踏出國門學習 奧默克戴村的年輕人 躍躍浴室 總共有37人前來參與面試 我希望分享我的愛和別人 年輕人 年輕人期盼靠自己的力量 翻轉家人困頓的宿命 他們勇敢踏出的這一步 或許就是改變的起點 大愛新聞 菲律賓報導 中文文字幕提供